带着口罩拿着提袋 大四学生徐同学准备出门采购 基本上我都喜欢买菜回家煮 如果没时间的话我也都是选择 就是把它外带到我们家里 那也有时候会叫那些 一些平台来外送到家里 就尽量带在家啦 疫情期间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生活所需一切从简 阳光男孩也得变成宅男 徐同学是高雄人 北上读书求学 但这波疫情爆发停课 却选择不回高雄 我留在北部的原因是因为 我家里有长辈 然后我怕我不小心把病毒 带回去传染给他们 会可能会造成很不好的结果 我本身是大四生 然后我的毕业典礼啊 谢事业甚至连毕业合照 全部都可能都会被 已经全部都取消 毕业典礼也可能改成线上 所以对个人来说是一个蛮可惜的 不只生活模式大受冲击 身在疫情最惨重的双北地区 在外游子十一住行的每个抉择 都充满煎熬 现在全国三级警戒 大学生已经全面停止到校 该猜远距教学 而一所大学的学生总数 动辄上万人起跳 不少人还是离家住宿求学 如果大规模移动的话 恐怕也会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 因此也让不少学子 陷入该留在住宿处 还是返乡避难的两难之中 以拥有五万名学生的辅人大学为例 现在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偌大的校园宛如一座空城 中南部学生有人选择待在台北 有人则当机立断 马上返乡 那我是在5月15号晚上的时候 就决定搭车回来台中 那时候因为先是看到学校 已经宣布远距教学了 那再加上家人也十分担心 我们在台北的状况 所以算是来回考虑了很久 之后决定还是回来台中 我上班的地方没有因为这样子 就停班或是Ware from home 所以还是要继续在台北待下来 可是因为我的班也有先讲好 所以因为可能疫情或是什么的关系 我下个月就不会继续做了 所以要到下个月才会回高雄 大台北地区有将近40万名学生 人流移动很容易成为防疫破口 搭乘长途车 还得承担密闭空间染疫风险 但待在北部 不见得每间宿舍都能开火 有些住宿房型则是多人共享空间 如何减少接触也成了另类难题 感染科专家认为 这样的困境短时间内无法解除 我觉得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整体来说这还是长期抗战 我们可能已经回不到原本清零的状态 那就是一定都要保持一定的防疫的警戒 大概回不到过去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起来最好的例子 应该是澳洲跟纽西兰 去年的澳洲跟纽西兰 那可是他们也是花了几个月 然后经历了很严重的封城 封锁 大概两三个月才把整个疫情清零 然后最后恢复到原来的生活 放眼全球大部分国家 也都是在封城与解封之间来来回回 眼看台湾三级警戒 延长到六月十四号 往日生活看似一去不复返 但公卫学者陈秀熙却相对乐观 刚好也在暑假的期间 所以我不觉得这个部分的冲击很大 因为跟国外过去一年以来 他们在等疫苗 跟他等一年一样 那我们现在没有要等一年 我们现在也是等的 最多就是等到七月 那如果快一点六月 有疫苗到来 我们就可以开始施打 疫情之下 不论上班上课 生活模式都面临天翻地覆的改变 今年的毕业生 恐怕无法体会凤凰花开的毕业情怀 而暑假过后紧接而来的开学季 一切能否回归正轨 端看政府疫苗采购 是否已经做好准备 TVBS新闻肖民政理委华顾尚军 台北报道